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游戏 不过今天魔幻珠王请到我的好朋友魔术师王宇 王宇 新秀魔术师 国际魔术协会终身桂园 看完了主持人的紫橄榄水变色 王宇将会再次让你意想不到 想哪个 你选一个 选一张 选一张您最喜欢的 选一张牌 然后给电视机前的朋友看 现在不要忘了 记得了吗 不可能忘了 好 把这张牌慢慢的放在桌子上 麻烦用刚才您变的紫橄榄水 好 仔细看 你刚选的是哪张 红桃A 红桃A 确定是红桃A 当然确定了 慢慢打开 这个叫核桃A 这是扑个牌的新品种 麻烦你把这个红桃A放回来 手捧起来 积极看 好 一 二 你这个厉害 真合的 好 我再提个异吧 你再给我变个唇 我给它敲开吃了 没有没有没有 魔幻猪肠出来的核桃是这样的 魔术区我们吃核桃是这样的 魔术区我们吃核桃是这样的 核桃 哎 牙 牙 牙口好 不行 年轻人看 这就看啊 魔幻猪肠变成了一个核桃 这就看 可以吗 可以啊 很好吃的 真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这个 你这核桃 这底下一个 其实我刚才吃了一个核桃 不是真的核桃 所以我们魔幻厨房 其实打倒出来核桃 这有点意思啊 这些足以以假乱真的美味核桃酥 就是今天魔幻厨房带来的 第一道魔幻美味 赶紧一起来见证铁钢师傅 是如何创造奇迹的吧 首先呢我们要和面 好 然后呢加一些可口粉 先给它 掺一掺 然后呢我们要加入糖 这是咱们的代糖 好 然后呢来一点油 好 稍微再加点水 好香啊 像巧克力 刀呢给它 然后呢这个呢还要给它搓 就让油和水完全溶进去 只要它软硬摸着合适了 我们呢就给它要揉成团了 基本上活好以后呢 我们放在一边形形的 好 我们的面呢就活好了 下面啊咱们把这个舌头给它弄成碎末 我们呢给它稍加斩碎以后呢 用豆沙 哎呀这是我最爱吃的 豆沙 对对对 然后呢稍微的加一点点面 这不用用特别大的力去混 就是压一压就行了 对对对对 我们这个馅儿就做好了 馅儿好 面呢也醒好了 好我们呢把这个面呢给它揉开 大概多大呢 这跟核桃的形状一样 哎 基本上呢大小差不多 那把这个馅儿呢也给它揪成小劲儿 按扁 哎按扁 然后把馅儿 我挑一个馅儿最大的 嗯 放进去 好 给它团 把收口收好 然后呢再揉一下揉圆了 做到这一步 我们的核桃酥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铁钢师傅 会用什么样的魔幻道具 将这些小面球变成核桃 昨天的那个工具不是一毛钱吗 对啊 我们今天一分钱 一分钱 对 一分钱 一分钱的魔幻道具 就能将一个小小的面团 变身成核桃的形状 铁钢师傅真的能做到吧 这一分钱的道具究竟是什么呢 哎但是这得求主义王女 那您要什么呢 这是一分钱的道具 哎 实际上就是 刚才铁钢老师告诉我 吸管 原来这一分钱的道具 就是再普通不过的吸管了 那么铁钢师傅又将如何运用这个道具呢 我们呢 把这个啊 揉好的这个 先给它呢 插出一个 核桃的样子 基本的 好 弄个尖儿 然后啊 拿这个刀呢 给它啊 在这个根根啊 压一下 这样呢 就是这个 额头的这个 分界线 然后呢 我们呢 就用我们这个吸管 吸管 来 在上面 戳一下 戳出纹路了 来 来 然后呢 给它 来 稍微的整一整形状 嗯 看 是不是像核桃了呢 我们这个呢 是 剪一板 如果说呢 想捏得更像呢 看 用这个铁片啊 这是什么呀 做成这种小工具 做成有刺的形 我们呢 来 捏它 弄好以后呢 我们呢 就可以入烤箱 这是用烤的 200度烤的 200度烤10分钟 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 编译魔术好不好 我给大家示范看 首先我要用这根线 穿过这根吸管 嗯 像吃面条一样 这个 智慧 智慧 我首先这样 我把这个吸管 这样折一下 没错 这个线在这里 嗯 这个挺样的是我用剪刀 从这个吸管的正中间剪断的 好 两半的吸管 还有这个 线 没错了 在这种情况下 魔术 即将发生 仔细看 各位 这样我把吸管呢 慢慢的 对回去 对成这样子 斜着 嗯 仔细看它们接缝出去 断掉 对不对 没有 没有感觉 对不对 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 我仔细看 铁钢师傅拿着这个线 一二三 吸管还是断 而线 却繁 整图全 你看 你看 怎么样 谁 不会了吧 嗯 嗯 往里变成一根线 然后你不服气 该你变了 您呢 我得 你们俩这咋累了 我这叫一根线 您这叫 一根面 一根面 用葡萄汁和着面 这一根不断的面 就是魔幻厨房为您带来的第二道魔幻美味 里面到底有什么魔法呢 铁钢师傅把面团擀开 再用枝子刀切出面条 这一根面不断的秘密就在这里 将面片来回交叉打上枝子刀 这样就完整的成了一条不断的面条了 但我把面条盘在容器里 用油浸泡一个小时 这样就可以很轻松的称出又细又长的面条了 面条煮熟之后再浇上西红柿鸡蛋虾仁卤 我们的第二道魔幻美味就完成了 接下来王小蕾就要揭晓紫甘蓝水变色的秘密了 那本来这个紫甘蓝泡的水是紫色的 为什么会一晃的变红呢 对啊 因为我刚刚在里边加了点白醋 这是怎么得来的呢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家里自己比如说 拌生菜拌凉菜子甘蓝 有时候一加醋说变成红了有问题了 没问题 这是一个正常的 这也是一个生活小常识 没错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留心 人人都是生活当中的魔法师 没错